护法与棒法 令正法无法久住此极恶之罪 人陛下阿比地狱 学法者若实信 具足具足 大信心 便能够一心向 佛 一心者即 五二心 若起二心 便会有庞家之言掺杂 外道 执法破坏正法之 纯净 令正法无法久住 此事极恶之罪人断 众生 会命 陛下阿比地狱 若起二心 便会有庞家之言掺杂 外道 执法破坏正法之 纯净 令 坏众生 法身会命 此乃重罪 坏众生 法身会命 此乃重罪 如是庞家之言即得 棒法罪 也 乃愚蠢人之作为 凡不属 佛教 知经教者皆属 外道 皆属庞家其他教 正法若存心 因广一心向佛 不二心 众生会命 难断裂法门 各异 皆真理 外道 经教非错误 包容 共修 自我成 慈悲智慧 为根本修行 在内心转化 后学回应 佛所说法如一首杀 未说之法如横和杀 佛法包含世间法 出世间法八万四千法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大都是外道之佛法 一切宗教之善法 是佛未说道的真理佛法 可以理解护教的立场 是基于某种对正法的真视和维护 然而面对不同观点或法门 应该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来看待 每个人对于法的理解和实践 可能有所不同 这是因为各自的根基和缘起不同 而不是必然的错误或罪过 佛教教义强调的是智慧和慈悲 即便对于那些未完全符合某一教义的观点 也应该以开放和慈悲的心来接纳和理解 不同的法门或观点 可能只是表达真理的不同方式 而不是对真理本身的否定 佛教中提到的佛法 其实也涵盖了对各种不同法门的尊重 若单一视角的严苛批判 可能会让人们无法体会到佛教的真正精神 即慈悲与智慧的融合 真正的修行不在于排斥异端或外道 而在于自我内心的转化和成长 我们可以以善意的心尊重并理解不同的观点 并努力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践慈悲和智慧 佛法如沙无穷量一手微沙横河南 世间法与初世法八万四千皆容寒 善财参法多外道各宗善法皆真言 护教珍惜立场明包容理解心悬看 法门不同皆真理根基源起各异常 智慧慈悲是根本接纳意见皆为善 佛法含荣众法门批判单一难显真 修行在于内心转慈悲 智慧共修行